我屡次三番地提醒你们 事情看似越顺利的时候 往往被我会隐藏着很大的危机 不听了 拿我的话当耳旁风 那说明你没有你们的办法 好 那现在请你们给我一个解释 为什么明廷集团又向维恩 递交了一份新的项目开发书 而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谁先来 作为一个组长 一点担当的样子 怎么没有 陆总 对不起 实在是我们的疏忽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难道不知道我最操人这个词吗 你说完对不起 我还要专注一个很专容的样子 站在你们的角度上 来替你们着想 我做不到 请你们以后 不要拿我对你们的宽容 来侮辱我的指数 陆总 真的是我们大意了 原以为明廷死定了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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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想到他没在安迪里搞动作 你是不是还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郑虎开除 陆 陆总 出去 你们还坐在这儿干吗 这个项目跟你们没有关系 都出去 通知人类资源部 给他们放三个点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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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爱是给你 找我干吗呀 被虐了吧 早就跟你说了不上去 还自讨哭吃 太帅了 陆姐 你这个也太帅了 你是没有看到他认真工作时候的样子 真的太酷了 还要说话的时候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对不起 因为你们一说对不起 我要做出一副宽容的样子 为的是让你们心里好受 我做不到 我对你们的包容 不是让你们来侮辱我智商的 我最讨厌的 我最讨厌的 淡定点啊 陆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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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 我打算 改头换面 准备换个脑袋呀 你 不不不 我要做成功男士背后的那个女人 爱她 包容她 理解她 开始吧 好 明廷集团刚刚和维恩酒店 达成了就私南别墅区 重新规划建设的合作意向 陆明廷呢 下周就要飞到法国 去参加签约仪式了 如果合作真的达成 那么明廷可能真的能缓过来 他们就可以拿这个项目 稳住债权方 到时候别说惠民银行 其他各大银行可能 都会愿意给他们 资金的支持 所以啊 风险评估部门呢 建议我们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撤出 以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呢 你说什么 撤出来 你知道我们正宏集团 在这个项目上 投入了多大的资金吗 我们也为了这个项目 拼了一百多个日日夜 现在让我们撤出来 那不就是放弃吗 那我们不就都 强功尽弃了 是的 因为之前 品牌公关部 已经对外宣布 郑宏对明廷志在必得 现在退出 无异于自我打脸呢 而且这个消息 一旦走漏出去 郑宏的股价必跌 到时候 你怎么跟股东们交代 但是如果说我们继续收购 那么我们就要花笔 预计要高出几倍的价钱 就算你现在付出再多的钱 恐怕也拿不下明廷吧 据我所知 已经有第三方买家出现 而且给的价钱还不低 第三方买家那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 如果说他们跟维恩的这个项目 能够顺利地开展 明廷 他很有可能就缓过劲来了 到时候他就不需要被收购了呀 反正我吃饱了已经 我不统计出来了 李总 长痛不如短痛啊 辛苦了各位 散会吧 你留下 辛苦 帮我查一下那个 珍妮现在在哪儿 维恩集团的小女儿 珍妮啊 好 我知道了 泰国清白度假 漂亮 帮我定一张现在费泰国的机票 然后把他下榻的住址 联络方式 发到我手机上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 我自己可以 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以后 查一下那个第三方买家的背景 查清楚 老许 莱恩跟明廷酱不快成功 收贯原计划进行 我会让郑红用合理的价钱拿下明廷 好 出什么事了 维恩集团 单方面重置合作了 怎么会这样呢 维恩的总裁夫人不是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吗 再说 她在维恩集团是有话一全的呀 是我压缩跑了 维恩未来真正的主人不是她 是他们老总裁的小女儿珍妮啊 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她 这个珍妮啊 处处跟她积母作对阵风相对 这次 陆军直接去泰国找到沈妮啊 架断了我们之前的合作 又是陆军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陆军 断了明廷所谓的退路 我也是殊舍无策 只能等着被蒸虹收过了